大家好,我是罗宾大叔 今天是2023年6月28日 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就在刚刚的加拿大移民局宣布 在美国持有有效的H1B公签的申请人 可以从7月16号开始 申请为期三年有效的加拿大的开放公签 家属就包括配偶和子女 也可以申请相应的配偶公签 或者陪同的旅游签 一共是有一万个家庭的名额 就是一万个主身的名额 这个政策其实还是有点大方的 或者有点大气的 你在加拿大没有什么根基 或者没有雇主雇佣你 或者也没有加拿大的留学的经历 只要你在美国是有一个有效公签的 你就等于就半卖半送 给你一个三年的加拿大开放公签 欢迎你来加拿大工作 而且这个是个开放的公签 也就是不绑定雇主的 你随便在加拿大境内 你工作也好不工作也好 或者给哪个雇主工作也好 都是可以的 这个政策对于加拿大移民 比较关心的小伙伴 就可以看出来了 它的力度有多大 这三年的开放公签 通常需要你在加拿大留学 至少两年 然后正常毕业 才能有这个待遇 有一个毕业的开放公签待遇 给三年的 但现在你啥也不用干 只要你提供一个美国的公签 然后再提供一些什么无犯罪证明之类的其他的材料 就能够替代了 简直就跟半卖半送差不多了 那联想到加拿大旅游签 对于持有有效美签的申请人 它也有一个简化材料的快速通道 我们也就知道了 加拿大移民局对于老大哥美国移民局有多么的看重了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消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 就对于十个国家的公民 当然不包括中国 有十个国家的公民 你如果有美国的有效签证 入境加拿大 你甚至不用申请签证了 直接登记一个ETA就能够入境加拿大了 你连加拿大旅游签的签证费都不用套了 直接晃一下美国的签证就行了 可以这样讲 综合以上的信息 我可以这样讲 基本你有了美国的签证 或者你曾经去过美国 只要你去过美国的时候 没有什么不良的记录 或者逾期滞留的记录 基本就属于半只脚已经跨进加拿大了 就有了美国签证 加拿大签证基本就在招手了 现在申请加拿大签证的策略就很明确了 你想要申请加拿大旅游签 最好手里就握着一个美国签证 不论是哪种类型的美国签证 移民类的 非移民类的 都可以 美国旅游签 学签 访学签 工签 反正哪种 只要是有效的申请加拿大旅游签都很方便 如果想要申请加拿大学签 最好手里先握着一个加拿大旅游签 为什么 加拿大旅游签等于是一个保底的东西 如果万一你申请加拿大学签 背具 还能拿着加拿大旅游签入境以后做旅转学 等于是有一个安全网都在那里的 加拿大旅游签的前提 就是美国旅游签 这样看来 申请加拿大签证流程就很明晰了 如果你本身条件一般 或者评估下来 觉得加签的通过率属于两可之间 可过可不过 有可能拒有可能过 那就先申请到美国的旅游签 因为美国的旅游签属于是门槛最低 流程最简单的这么一个签证 拿到美国的旅游签 再申请加拿大的旅游签 拿到加拿大的旅游签以后 如果有需要的话 再去申请加拿大的学签 或者加拿大的雇主担保工签之类的 这样的一个流程 一路走下来会比较顺道 甚至于比如说 你已经申请过加拿大旅游签 然后被拒了 对吧 除了常规的一些手段 比如说改善你的条件 或者改善我们的申请文案 或者改善申请材料 或者你比如说出国去刷个出境记录 然后再申请加拿大签证 除了这个选项以外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你索性先申请美国的签证 然后拿到美国的签证以后 揣着美国签证 再去申请加拿大签证 感觉就有那么一点 虎假虎威的意思 就借着美国这只大老虎的威风 去申请加拿大签证 然后加拿大移民局一看 美国大老虎在这 行了行了 赶紧给你签证吧 就这么个意思 那有的人又会讲了 就我如果被加拿大拒签了 会不会美国签证官看到 我有加拿大的拒签记录 然后把我的美签也给拒签了 这个可能性其实不是很大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是有那么一种大哥心态的 就老子天下第一 其实美国签证官 对于加拿大的拒签记录 也不怎么上心 就是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只要美国签证官觉得你条件可以 或者看着你顺眼 或者跟你聊着开心 他就会大手一挥就给你签证了 他不管你有没有其他国家的拒签记录 无所谓 反正只要我高兴就行 又有人会问了 就比如说我去申请美国签证 被拒签了 那会不会我再去申请加拿大签证 就更难了呢 可以这样说 如果你申请美国签证都被拒了 我们作为一个假设 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即使先申请加拿大签证 在平行宇宙里 即使你是先申请了加拿大签证 大概率也是会被拒的 因为加拿大签证实际的 难度会比美国签证 还要高那么一点 所以美国签证都过不了 加拿大签证也大概率过不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选 结果都是一样的 如果是这种情况 那你最好就出境 刷一刷出境记录 最好去欧洲 一下子刷个十几二十个 欧洲国家的出境记录 或者你要不就找一份好工作 踏踏实实的工作一段时间 把收入提上去 或者要不就结婚 本身是单身的 那现在的婚姻状态 变成了已婚了 这样通过种种方式 大幅度的来改善自身的条件 然后再去申请美签 或者加签 这样会比较好 总而言之 就是美加签证的申请 这个顺序还是很重要的 千万不要搞反了 或者把这个策略搞错了 规划好申请策略 才能事半功倍 好吧 那如果对于申请美国签证 申请加拿大签证 或者申请瓦努阿图绿卡 瓦努阿图移民有兴趣的小伙伴呢 欢迎添加罗宾大叔的微信 或者电报 付费咨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聊 我们下期再聊